马里奥的邀请 然后来到她的游乐园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妖魔鬼怪吗 哎呀过去过去过去 这边有十块 哇 小恐龙真是笨蛋 怎么顶错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妹妹小羊牛的小羊姐姐 今天我们要玩超级马六派对 今天我化身为菊花公主 以马里奥的邀请 然后来到她的游乐园 参加她的游乐派对 她的派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你猜啊 她派对好大呀 好好滑呀 还有李花夹道欢迎 太期待了 哦 这里有个瀑布 哇塞 我的出场方式 未免也太特别了吧 啊 天呐 我坐着这个气挺下来 好紧张 我还是第一次玩激流泳镜呢 哦 现在我们要配合了 要一起划船 划船 我是负责左边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保持我们的船的平均的稳定性 还要让它速度加快加快 我们现在出十河流 哦 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急坡 哎 过去过去过去 这边有十块 旁边的风景 好像都一样了呀 我是要滑过这里 才能到达马里奥的游乐场啊 大家加油啊 我们要坚持滑到中年 我要去撞一下那个气球 我不知道气球里有什么 哎 延长了一下时间 我现在时间更加充足了 滑那么久才滑了五百米啊 哦 又是一个急弯 这个河水也太湍急了吧 嗯 啊 哦 撞了一下 还好 没有把我的船撞成 加油 加油 嗯 前面 应该是有两个洞口 我要选一个洞口 去哪里好呢 感觉两个我都挺感兴趣的 不能一起挑战吗 还是去左边吧 感觉左边 更好玩一点 我记得了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妖魔鬼怪吗 哎 又延长了一下时间 哦 天呐 yes 加了三分 好真实 哎 有个冲刺 我又装了一个气球 这一次气球里面是个游戏 这是纸牌游戏 哦 是要我们四个人都去顶 旁边那个人止射的纸牌 现在我们要去顶那个小梅花 找到小梅花的纸牌 找到了 找到了 顶起来 啊 啊 那个小恐龙真是笨蛋 怎么顶错了 再来一次 啊 记住了 卡片记住了 方块 方块中间四个 然后我观察一下 他们要被变到哪里去 哎 就是第二张左右变了一下 我都记住了 希望其他的小伙伴也能记住 挺起来 挺起来 nice 对了 果然还是好聪明啊 不愧是小公主 再记住一次卡片 这一次是黑颜色的桃星 嗯 有一颗最上面的桃星和这边的位置换了一下 哇塞 同伴都好聪明啊 一下子就找到了 我们找到的相同的纸牌 然后就会一直是亮起来的 竟然就减少后面的难度了 这一次是红色的桃星 我要好好记住他的位置 哎 就是两颗一样的桃星变换一下位置 天哪 他居然上下左右都变了 还好我够聪明 我都记住了 提醒一下其他的小伙伴 哎 小恐龙也站队了 成功 应该可以了吧 这一次 又是小梅花 因为第一次没有对 所以这一次 我们得重新把它记一遍 他现在把它转了一下 应该又是要旋转 太聪明了 就是四个角啊 咦 他们三个刚刚撞一起了 过关了 所以现在我成功了吗 已经到达乐园了吗 哎 我又回来了 但是我又延长了一下时间 冲一下 应该是我刚刚完成了 那个挑战小游戏 所以我又延长了一次时间 那么现在看来 这个应该不是让我 滑到终点 是参加马里奥的游乐园呢 我已经在游乐园里面了 这是其中一个项目吧 前方那是什么 飞起来的 飞行龟 我还以为是小天使呢 乌龟和我的身份一点都不符合 还好四个人还是挺稳定的 我的时间没有了 结束了 没关系 下一次再挑战吧 这一次 滑行了将近两千米 很满足啦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